你们必须要开除她 她是我儿媳妇 公婆都不知道孝敬的一个人 你们留在公司 影响公司形象 赶紧把她开除了 你是在搞笑吗 公司是你家开的 你想让谁下岗 谁就下岗 你在家嚣张跋扈也就算了 出来还是这副德行 也不怕被人耻笑 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整天在家没事找事 你真把自己当皇太后了 我只要有一点不如你 你就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屈服 还跑我公司闹 你就闹吧 把这个家闹散了 你就开心了 阿姨 你先冷静一下 小云在工作中 并没有犯任何错误 我们公司没有权利开除她 你说的这些都是 你们的家事 和公司无关 等她下班回家 你们可以在家 把事情处理好 现在公司还有很多事 需要小云去处理 你先回去吧 领导 看到了吧 她对我这个婆婆 就是这样的态度 对长辈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这种人品 你们还敢留在公司 你不怕影响公司生育 何况她还是做财务的 你就不怕她卷款跑了吗 你要是再不管她 我就投诉你 你自己看着办 我劝你别让一个和你没关系的人 影响了你自己的前途 阿姨 你想投诉就去投诉吧 我也无权干涉你 公司也不会有你牵着鼻子走 至于我们公司用谁也轮不到 你来指手画脚 现在请你出去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一个外人随便出入的地方 我就不走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要么开除她 要么让她道歉 以后都必须听我的 还要让她写个保证书 不然我不会走的 阿姨 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呢 你太不讲道理了 我再说一遍 请你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我就报警处理了 你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们公司的利益 要是再不走 我就起诉你 让你赔偿我们公司的经济损失 别倒是后悔莫及 算你狠 但是我明天还要来 我要找你们老板 让老板开除你 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当了个小领导就不得了了 我要让你和我儿媳妇一样 都不许在这上班 不信就走着瞧 婆婆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 但临走之前说的话 把领导被气得不轻 小云 怎么办 你婆婆她每天这样来闹 也不是事 确实影响公司了 当然 公司不会因为这样 就把你开除 你的工作能力 我看在眼里 工作态度我也很认可 但是你的家务事回去 也要处理好 千万不能影响公司 要是董事长怪罪下来 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到时候 我这个部门经理 也做到头了 真是不好意思 经理 今天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我回去一定会处理好 不会再让他来公司闹了 晚上 小云下班回到家后 立马给老公李浩打去了电话 老公 你妈今天又去我公司闹了 还把我们部门经理也骂了一顿 你出差前 不是跟她说 好再也不会去我公司的吗 今天真是闹大了 你之前可答应我了的 她要是再闹 你就把她送回老家 老婆 她又去你公司闹什么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给我妈打电话 你先别说把我妈送走的事 毕竟我是她儿子 理应给她养老 我走之前确实和我妈谈了 她也答应我不再为难你 更不会去你公司闹 不知道她这次又是哪根筋搭错了 你再给我妈一次机会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她问问情况 你每次都这样说 我给过你妈多少次机会了 她改了吗 再说现在不是我不给你妈机会 是你妈不给我机会 她把我们部门的人都得罪完了 要是再去闹一次 估计我们部门经理都要跟着我一起下岗 小浩听了老婆说的话 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赶紧给母亲打句电话 妈 你怎么回事 又跑去小云公司闹 你想干什么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现在又出了房儿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钱 这次你真把事情闹大了 你以为我愿意去他们公司吗 还不是你老婆死活不听我的 你妹妹他们要买房子 钱不够 我让你老婆拿三十万出来 没想到她直接就拒绝了 还拿眼睛瞪我 有她这么做儿媳的吗 我可是她婆婆 居然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那我也没必要给她面子 我就让她看看我的手段 非让她妥协不可 你就不要管了 她不会做人 我就得好好管教 管教她怎么做人 婆婆不等儿子回话 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走过来的小云说道 你到我儿子那里告状也没用 我儿子照样管不了 我看你这么着急 给我儿子打电话 肯定是公司给你施加压力了 我说的没错吧 看来我去闹还是有用的 实相地赶紧拿钱出来 给你小姑子买房 如果不愿意 我明天还去你公司闹 这次要去找你老板 让他把你和那个部门经理一起开除了 你自己看着办 之前我只让你出三十万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必须翻一翻 要拿出六十万才可以 不然就天天去你公司闹 直到你拿出来为止 我就搞不懂了 你手上明明有钱 为什么不拿出来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挣钱给我们花 不应该吗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别上班了 我就是不给 你再去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问你 我挣了钱 凭什么给你女儿买房 你以为你吃准我了 每次我不愿意给你拿钱的时候 你就去我公司闹 然后我就妥协了 这次我绝对不退让 难道你儿子没跟你说 你要是再去我公司闹 他就把你送回老家 你要知道 当初要不是我同意 他也不敢把你接来 现在同样 我也可以把你送回老家 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竟然敢这样对你婆婆说话 这可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还要在这里养老呢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要走也是你走 这房子可不是你儿子一个人的 房本上也有我的名字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我也拿出来了一半首付 所以这房子我有权利不让你住 现在你就收拾东西离开 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 到时候警察来了 咱们谁都不好看 你的面子更挂不住 还不如自己走吧 我就不走 这是我们的家事 警察没那么闲 不过我看你这个样子 是要上天不成 你这样的儿媳妇不要也罢 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在这个家里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我看我儿子是要你 还是要我这个妈 你这个连婆婆都不知道 孝敬的儿媳妇 留在家里也是个祸害 我要让我儿子把你赶出去 娶你这样的媳妇进门 我迟早要被你气死 行了 你赶紧打电话 我就看着你打 你儿子到底是赶你走 还是赶我走 婆婆气得立马掏出手机 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儿子 你快回来吧 我要被你老婆气死了 她竟然要把我赶出家门了 说我不走就要报警 她这是不敢走 我不罢休啊 你快回来给我做主 没想到我都这年纪了 还有被儿媳妇赶出家门的一天 真是作孽啊 儿子 别让儿子娶老婆回家 是孝敬公婆的 可看看你的老婆 太不像话了 妈 你刚把我电话干什么 我老婆为什么要赶你出去 你心知肚明 我出差之前 你答应得好好的 不再去公司闹事 我这才刚走两天 你又去她公司闹 她能不生气吗 你自己答应的事 为什么做不到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是要赶我走吗 难道你真的要老婆不要 我这个妈了 你是不是忘了 我是怎么辛苦 把你拉扯大的 你说过会好好孝敬我 我吃了大半辈子苦 把你培养成才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妈 我没有说要赶你走 我是说你答应我的 为什么没做到 你这么做 我老婆不生气才怪 以后你能不能 别总是惹她生气 我现在就找小云去 你就别胡闹了 小浩随即给老婆 打去了电话 老婆 这次确实是我妈错了 你就别和她计较了 行不行 我替她向你认错 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别赶她走 她那么大年纪了 一个人住老家 我也不放心 咱们做晚辈的让着她点 她也是心疼我妹 你多理解理解你妈 要是不改 我是不可能和她住一辈子的 当初我同意你接她过来 是不知道 你妈竟然这么瞒不讲理 你不在家的日子 你妈是天天找茶找我事 我能忍责忍 可她却得寸进尺 我实在容忍不了了 所以我们离婚吧 我看你也是一直在维护你妈 你是她儿子 你孝顺她 我没话说 可她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是没办法和你一起生活了 这样下去 我怎么工作 怎么过日子 我管不了你 也管不了你妈 但能管住我自己 所以我不要求 你能怎么做 我只希望你能同意离婚就好了 这样吧 我会你好离婚协议 到时你签个字就行 我现在就搬出这个家 小云说完就挂了电话 小浩再打过去 已经无人接听 她既得赶紧打电话给母亲 妈 你赶紧回老家吧 你要是再不回去 我家都要被你拆了 小云她要和我离婚了 难道你希望你儿子成孤家寡人吗 我求求你了 别在我家待着了 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走 不走也得把你赶走 你别怪我 我也是没办法 我现在就回家 把你送回老家去 你这个女人真是厉害 竟然能让我儿子也开始赶我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走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我还是要去你公司闹 不开除你事不罢休 这次我带着我女儿 一起去看看到底谁厉害 母亲气呼呼地 立马叫上女儿 去了儿媳妇公司 董事长你好 我是小云的小姑子 我们今天来 就是揭发我嫂子的 她不尊重长辈 在家经常对婆婆恶语相向 处处跟我们作对 请问这样的员工 你们还不开除吗 她觉得自己挣了点钱就不得了了 越来越过分 整天把我妈当保姆一样使唤 稍不如她意 就大喊大叫 甚至还动手 你们这么大的公司 有这种渣女员工 你都不清楚吗 前几天我妈来过一次 但被你部门经理直接赶走了 她的派头简直赶上你 这个董事长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就是董事长了 你的公司 难道都是她说了算吗 那你这个董事长 也太没面子了是吗 前几天我不在公司 所以你所说的我都不知道 你们稍等一下 我去把小云和经理找来 说完 董事长就给他们打了电话 两人立马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嫂子 你还敢来啊 我妈现在就在你面前 你当着领导的面 还敢不敢对我妈大喊大叫 有本事你在使唤下试试 没想到你在公司人母狗样 回家就换了一副面孔 你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使唤过你妈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妈的杰作 你竟然颠倒黑白 还要不要脸 一个嫁出去的女儿 还整天找父母要钱 我只是你嫂子 凭什么给你钱 你自己说说 我给了你多少钱 以前你妈找我要钱 我都不和她计较 每次我都会给 可是你们却变等家里 这次竟然要我拿三十万出来给你买房 你妈她自己的钱给你 我没意见 但是要我出莫门 就因为我不同意 你妈就来公司闹 要求公司开除我 为这事我已经打算和你哥离婚了 你哥着急了 才让你妈回老家 你妈不甘心又去把你找来 一起来公司闹 你觉得有意思吗 董事长 小云说的一切我都可以作证 她婆婆就是要她的钱 为了要钱来过公司 不知道几次 你能证明什么 你俩都是一伙的 我从来也没有问我 嫂子要过一毛钱 我嫂子作为儿媳妇 付给婆婆钱 不是应该的吗 她有什么理由不孝敬婆婆 她还有理了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这事就我来处理吧 你作为部门经理 就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吗 凡事都不能感情用事 要为公司利益着想 这个月你的奖金没了 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 至于小云 公司现在先放你家 你把家事处理完再说 处理不好 那只能开除你了 这样下去 我这公司要被你给毁了 哈哈 不用你开除 我主动辞职 有你这样的董事长 公司迟早毁了 你明知道 这是不是我的错 他们这样呢 你也可以选择报警处理 可是你却用开除我这方式来处理 这样的公司 不但也罢 至于你扣除部门经理的奖金 这个钱由我来出 你直接从我公司里扣就行了 婆婆 小姑子 你们这样闹 我和你们没完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等着吧 你们总有后悔的那一天 你吓唬谁呀 我们可不怕你 倒是你被开除 心里不好受吧 你这叫自作自受 谁叫你不听我的话 这就是和我做对的下场 婆婆说完就带着小姑子 要武扬威地离开的公司 随后小云 也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董事长 我看不懂你的做法 你明知道小云没有错 为什么还偏向她婆家 这不是变相逼小云走吗 我觉得我处理事情没有错 但你是老大 你说了算 我知道小云没有错 但是你看她婆家这阵势 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我们能怎么办 要是小云处理不了 那他们天天来公司闹 成何体统 我们的公司会受多大的影响 你知道吗 咱们不能因小失大 老板 我不赞成你的做法 小云的能力我最清楚了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个公司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自己部门的事都处理不好 还敢来质问我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老板 难道我还要听你的不成 你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就走 别在这给我废话了 小云回到家后 见老公已经回来了 小云 咱们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离婚 我是爱你的 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 总能处理好的 你除了这句话 还有啥 这么久以来 你都管不住你妈 你妈说啥也不敢吭声 你都处理过什么事 每次都是我在面对你妈 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解决的 你知道你妈把我害得多惨吗 你有这样一个妈 我这辈子都没好日子过 我只能和你离婚 你妈说我不管去哪里找工作 她都要去我公司闹事 既然这样 那我就自己开个公司 看看她怎么闹 这样下去 总有她后悔的时候 就在这时 婆婆小姑子走了进来 怎么 现在知道我厉害了吧 我说要开除你就得开除 你有本事你别走呀 只要你听我的 乖乖把钱拿出来 我就放过你 不然你去哪我就去呢 这辈子我都不会让你出去挣钱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嫂子 姜还是老的辣 你说你没事惹我妈干嘛 我妈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得了 现在好了吧 好好的一个工作 说没就没了 只要你给我妈好好道个歉 并且保证听她的话 不然你以后美好日子过了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好的不学尽学你母亲耍赖蛮横不讲理 你老公娶了你这么个老婆也是够倒霉的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对付你们 我有的是办法 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 到时候别后悔就行 你不让我出去上班那我就不去找工作了 你们也知道我手上有钱 我就是不给你们 我拿着这钱自己创业 你有本事就继续搞破坏 看我有没有办法对付你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有办法对付你 你想创业门都没有 我不会让你成功的 你单枪皮马抵得过我们母女吗 不信你就试试 我必须要把你制服的服服贴贴的 让你不听我的话 妈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小云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对她 她不就是不给我妹妹钱吗 她只是一个嫂子 凭什么要给妹妹钱 她都已经嫁出去了 还有意思回来要钱 我老婆没有义务出这个钱 你们这是要把我家拆散吗 她都要和我离婚了 你害得我家都没了 以后你就让我妹妹给你养老吧 你现在就去妹妹家 别在我家待着了 我也不会再管你了 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白眼狼一个 我只是替你管教你老婆而已 自己没本事 连个女人都管不住 现在竟然还要把我赶出家 既然这样 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以后我就让你妹妹给我养老 小浩 你看看 你妈就是这么的不讲理 她就是个武则天 我们都得听她的 不然谁都别想好过 我们离婚吧 这样下去 我没办法生活 也没办法工作 小云坚持要离婚 小浩无奈之下 只能签了离婚协议 然后小云搬了出去 转而自己创业 没多久 原来公司内阁部门经理 得知小云自己创业 也辞职 来到了小云这里 半年后 之前的那个董事长 也找来了 小云 真是厉害 没想到你从我公司出来以后 自己创业还干得这么好 短短几个月时间 就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你说这蛋糕 分一点过去 我也不说什么 可是你却把我公司的客户 全部挖走了 这不能怪我 是他们自己愿意和我合作 我并没有刻意去挖 我们是合规合法的商业竞争 你们公司服务态度不好 产品质量也有问题 客户选择我们公司很正常 你应该考虑下自身原因 留在你公司的员工都和你一样 全部只看重利益 根本不会做长远的考虑 和客户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 做生意没有回头客 你说这样的公司 怎么留得住人 不倒闭才怪 董事长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赶走小云 迟早要后悔 你的心里只有利益 对待员工只有压迫 慢慢的 你手底下的员工 没有任何活力 对待客户也完全不用心 就像小云说的 就是一锤子买卖 但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公司的宗旨 是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所有制度都是人性化的 所以客户全部选择了 我们也是很正常的 曾经的你们 都是我公司培养出来的 现在竟然把我踩在脚底下 还对我各种凌辱 你们有良心吗 你们这样做 就是过河拆桥 甚至连汤都不给我喝 而你们却大块吃肉 真是忘恩负义 不怕遭报应吗 我们又没做什么 违背良心的事 报什么阴影 也没有把你踩在脚底下 更没有凌辱你 只是给你个建议而已 你不听就算了 照你这样 经营公司倒闭 是迟早的事 商业上的竞争 我们不会手下留情的 小云 你太自以为是了 我凭什么要听你们的 真把自己当跟踪了 我公司怎么样 还轮不到你来评论 以后你的公司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 咱们走着瞧吧 董事长说完 扭头就走了 一会 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小云 好久不见 你是不是把我们给忘记了 这段时间 你日子过得不错吧 看你这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的 肯定挣了不少钱 现在的你发达了 当老板了 这下可以拿钱了吧 你赶紧拿二百万 给我女儿 不然我们天天来你公司 要让你做不成生意 你要想清楚 区区二百万 对你来说 也许一个单子就够了 你要是不同意 那就不是二百万的事了 以后你都做不成生意 是吗 你果真要这样做吗 我可不是下代了 也不是我以前 那个怕事的老板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们来捣乱的后果 我想过没有 只要你能承担 那就来吧 我随时奉陪 到时候别后悔就行 你在这吓唬谁呢 这能有什么后果 我又不偷不抢 能把握怎样 女儿 你在这给我盯紧了 只要有人来谈业务 你立马过去指责他 人品有问题 我看谁敢和他合作 生意场上讲究的 就是信誉 果然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合作商来谈业务 小姑子自然不放过 冲上前就对客户诉说 小云的不是 但是小云只是默默地看着 没有任何举动 合作商见状也确实被吓跑了 小姑子得意地冷笑着 就在这时 部门经理开口了 这位女士 就因为你的这一行为 让我们公司百百损失了二百万 我们准备报警 并且会走起诉程序 向你索赔 什么 二百万 你忽悠谁呢 我又没做什么 你凭什么要我赔偿 你们自己谈不好业务 关我什么事 你真的没做什么吗 从你们进门那一刻起 公司监控都派下了 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不用狡辩 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这是和你有没有关系 就让我们律师回答你 以后关于你的问题 就由他们和你洽谈 这下子 婆婆和小姑子腿 都下软了 终于知道事情到大了 他们下得赶紧跪下认错 儿媳妇 我们知错了 你就原谅你 小姑子一次吧 她哪有那么多钱赔呀 就算把房子卖了 也不够赔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你就放过我们吧 我求求你了 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 你们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我看你这个时候 我可以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